杨无迪运气不好,已经年过半百才获得运氧起罗先品 如果杨无迪生活在天斗城,恐怕早就应该遇到冰红两一眼 运氧起罗先品也应该早就被杨无迪获得 如果杨无迪想要从冰红两一眼拿走运氧起罗先品 还问一问独孤伯,答不答应 虽然冰红两一眼对独孤伯没什么用 可是独孤伯,可是把这里当作秘密基地的 可不会让杨无迪自由出入 杨无迪的实力和独孤伯应该差不多 独孤伯的毒对杨无迪应该没有太大的效果 杨无迪的魄力一落估计也不可能一个人击杀独孤伯 不过杨无迪还有其他宗门的帮助 杨无迪只要找励志一族和玉志一族的两个组长来帮助 三个活动罗完全足够打败独孤伯了 要是杨无迪在天斗城,独孤伯早就赶他走了 击杀独孤伯也不至于,独孤伯好歹也是天斗帝国的人 四大附属宗门也没有这个胆子惹怒天斗帝国 不过杨无迪为了悠响起了牵品,私下和独孤伯战斗 把独孤伯赶出冰红两一眼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冰红两一眼有那么多仙草 杨无迪要是知道这些,必定是不惜一切和独孤伯战斗